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上周五到今天原油市场暴跌 当然像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应该来说是撬动了整个金融市场 像我看到中东的很多股市暴跌 今天的A股走势也是跌幅不小 我想今天我们就主要就围绕着原油的走势 来探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 整个金融市场的逻辑和格局 好 那我呢就先抛砖引玉吧 我是这么看原油的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头几年 其实从16年开始 欧佩克加就开始减产 但欧佩克加在这边减产 但美国人老美这边却一直在增产 所以呢其实减产并没有 实际上对整个原油市场的供需关系 没有太多的影响 也就是说欧佩克加的减产是拉了老美一把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俄罗斯他不愿意去继续的减产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呢我也认为说 俄罗斯可能会有另外的一层考虑 那就是说美国的这些 页岩油相关企业 现在到达了一个债务的高峰期 本来美国的企业债 就是美国现在很大一个问题 而页岩油的这个企业债 又是企业债里面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原由于跌 基本上从我掌握的数据来看 基本上是跌破了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价 所以现在就造成了这个成本 就是美国页岩油生产的成本价 和这个市场售价上的一个倒挂 那现在美国的页岩油企业 就面临一些很大的问题 那么首先就是你生产不生产 你生产一桶就赔一桶 那么如果你不生产 那这个接下来马上到去的债务 你怎么还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最应该动手的人是美联储 伤害最大的其实是美国 对 黄老师我顺着您的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对原油 我们可能还没有黄老师深刻 因为黄老师有去查一些 关于说这个企业的一些运营成本 包括企业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美国应该在过去的 十年左右的时间 他把原油这个工序关系 好像换了个位 是吧 对 原本是 原来是出口国 现在是 原来是进口国 现在是出口国是吧 对 现在是成了这个全球原油的出口国 这个呢 我想应该对这个原油市场打击 或者说这个秩序的 秩序啊 它原油的秩序的打乱 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吧 就是这个业人油的生产呢 使得中东这些国家 特别是欧佩克家呢 变得有点手足无措 是吧 对 对 所以说这个 就您和您刚刚讲的说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油价这么一跌呢 美国的业人油企业 它可能受的这个压力会非常大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从国家利益 美国现在的国家利益来看的话 我认为 美国它对于业人油的开采也好 或者说它的输出也好 是多是少 我认为它现在从美国利益来讲 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特别在股市下跌的情况下 对 它现在这个 其实我是认为说 现在的这个页岩油 这个油价的下跌 它其实会拉低我们的通胀水平 对 因为其实现在是什么了 因为现在美联储已经降息了50个基点 像中国呀 还有日本欧洲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宽松的预期 其实宽松来了 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通胀回来 那么油价的这个下跌 或者下跌的话 其实给了这些央行更大的一个宽松的空间 是的 是的 对我个人也 这个我上午还在推敲说 这个这次原油突然间暴跌 就跟15年那伙 美国在结束长期的量化宽松过后 然后油价出现了这个断崖式的下跌 我想好像有点像 当然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数据来佐证这个事 你还有印象当时15年的油价的大跌 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吗 我们大概付了一下 因为石油的价格在0807年金融危机过后 实际上总的一直在高位盘整 那15年的时候呢 其实它从14年就年底就开始跌了 然后跌到了16年 那15年当中有一个加速下坠 然后也有突然之间有出现 类似今天的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当初的引爆可能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纷争 导致了原油市场 特别是在美油也好或者是不油也好 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突发性的下行 当然这个是因为突发性的事件 但我觉得从深层次来看的话 就像您刚刚讲的 石油的下跌确实给美国的通胀 这个高 就是说它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缓和 我们也看到 在15年过后实际上 美国的通胀一直保持在非常低位的这个合理区间运行 我觉得这个跟最主要的这个生产资料 跟石油的价格是有直接性的关系的 这是我我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说它的紧密非常紧密 但其实美国的通胀 CPI的在前两三个月刚好涨破2.0 好像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有四个月连续突破了2.0 但是如果像原油这么一跌的话 美国的通胀按照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是要下跌到回到2.0以下 我的观点是这样 因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意味着像美股啊什么的 其实还是有差跌的机会 那个我认为啊 就是说这个呃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呃呃这个市场 我想应该接下来几天会给出一定的结果来 对不对 就是说看一下市场 这两天是不是朝着我们这个思路走去 啊最起码呢今天这么一跌 我觉得恐慌情绪啊释放了很多 最起码市场不会像前两天那么胶着 或者呃没有任何的这个的感觉 没有一点抓手 那么跌出来反而吐了一口气 那么是否市场会更松懈一点 我觉得是这个短期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对而且我觉得像美股要涨的话 应该按照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是A股先涨 因为呃这个从这个疫情的角度来看 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的比美国好 美国现在的检测量啊什么的 根本就不足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中国由于这个疫情早发生 而且整个这种体制的呃原因 这个增长数也是在这个逐渐的减缓 那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 呃应该来说如果全球央行要宽松 那么很有可能是A股先出底 然后才是呃美股啊什么的才出底 所以呢呃这个在A股没出底的时候呢 说真的我也觉得如果你呃现在就去做 美股要出底可能会早了一点 但如果A股催响了这样的一个冲锋号 因为这个疫情本来就是从中国呃最先在处理的 如果呃A股车响的冲锋号 那美股了其实也就快了应该应该来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气的原因 因为现在北美和这个中国都是在这个北半球嘛 现在的天气会逐渐的 开始逐渐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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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 其实像像有几个华人多的地方 特别是东南亚几个地方 像什么泰国呀马来西亚呀这些国家 呃他们其实你看整个疫情啊 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他们的要受控 嗯对他整子整体的温度 其实要比我们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话 要高高很多 所以所以温的上涨的话 其实这个疫情也必然会逐渐的好转 对呃呃方老师 我我们我关于这个观点啊 就是呃我倒是呃可能短期内去过于乐观对疫情呢 我觉得呃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信号释放出来 然后天气的原因我们应该来说也是一个预期 因为具体这个病毒在呃在这个天气的情况作用下面有多大 呃我们现在其实也好像您有讲说关于东南亚 但是呃也在亚热带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呃中国或者美国这一带来看 还没有确确的数据 所以呃我觉得呃当前的情况疫情确实是不那么乐观的 就包括意大利我看今天早上说意大利已经开始在开始有封城的一些动向 所以呃短期内对市场来讲呃可能还会有特别像为外弹股市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动荡或者说不确定性或者会使股市呃在疫情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呃我这个这个我想呃远期来讲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就像您讲的或者说呃任何的这个这个就像萨斯呃在零三零零三年爆发是吧 呃不好意思 呃等一下就我也就不清楚 大概就在在十几年爆发 那么当初大家其实都处于一个非常困惑迷茫或者非常动荡不安的局面 但是我们过走过了再回头去看可能也就那么一段时间经济该涨的还是得涨对不对 经济该恢复的还是得快速还是会快速恢复 嗯所以在中国在就像您讲的说呃相比而言呢中国股市呃显然是更充满的机会嗯在这种情况下 对而且因为现在现在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嗯疫情在全球撕裂其实哪里最安全 现在有一种全球都有一种呼声反而是认为中国最安全 因为中国的管控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那么那么如果是中国安全的话 其实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全球资金的避风港 对特别是一些避险资金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人民币其实一直在涨没有跌 对对最近已经有人在讲说A股是不是一个避险 是不是一个避险资产对 然后从今天早上这个外盘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A股已经呈现非常强势的或者说非常牛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状态呈现出来 嗯对已经很好了 因为A股今天虽然是下跌了将近100点 但是我注意到今天其实A股的成交量不错 如果就这就说明在下跌了之后有人去承接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抗性比较明显 就相当于这个病毒有抗 遇到抗体一样对吧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产现出来的比较健康的走势 对现在现在比较难办的是黄金说真的黄金现在呢在高位附近 呃这个原油的问题还有疫情的问题都感觉大家都感觉有点这种叫做空 叫做必需要一点避险情绪 那么黄金会不会成为这个呃避险品种也是现在关注的一个热点 但是黄金最近其实没怎么涨 因为主要的涨幅是在前期涨的 但最近几天没有怎么涨 虽然最近几天其实我们看到全球的疫情还是在呃扩散啊 嗯嗯 这呃呃 我早上呢 我梳理了几个现在就这几天以来的比较热热门的 这个可能多少跟黄金我们聊的黄金也会有一些关系 就是呃我不知道有些消息因为可能媒体现在被这个呃 就是说A股暴跌 而不就是全球股市暴跌可能会有一些放大 那但是这几天呢发生了几个事 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呃这个呃呃是不是值得我们推敲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说呃 关于说美债收益率 美债收益率好像呃今天触及到了 已经已经不能再低的低了 好像是已经到天花板了 我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消息 对我看到是百是零点五降到 对已经不能再低的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规则就是美国的规则是怎么样 我今天早上看的新闻好像是已经不能再低了 没在已经对了 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呃有一个小的但是我觉得也是算比较敏感的一个事件是在周末呃发生了说这个中东的黎巴嫩呃好像说12亿美元的债务违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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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留意到 呃呃呃疫情在呃伊朗好像他的控制失控了 所以我觉得呃呃这几点呢呃呃你说黄金 就回到您刚刚讲的黄金有没有价值去买呃呃 那抛开抛开说这个短期内高位现在出现了巨幅震荡来而言呢 我觉得短我觉得长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黄金还是有买入的可能性 那至于是不是完全由于避险去推动呃呃我这个也很难去去确定 比如说有可能是因为 对于黄金来说我我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看多 中长线都是看多其实现在黄金的蓝点在于说 中短线的买点怎么去去找 是偏向于技术呢还是就偏向于这个疫情的发展 或者这样原有的这个发展 现在现在这是个问题 就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因为很多朋友看多看多了之后了就想买 但买了现在又在最高点附近 你说追进去吧好像又有点不合适 不追吧又觉得这是可能会不会错失一个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好的把握 呃坦白讲如果就短线而言 我觉得我现在谁都不能给什么建议 因为呃这个位置这几天已经乱了 就是呃一方面的波幅非常大 动不动你都要可能要几十美金的代价去做一个止损 然后第二方面呢技术面其实现在好像在这个位置 呃最近看从一些表现来看的话也没有那么有效 所以对于黄金呃我我我我提供一个思路呢 我我觉得啊就是说呃您刚刚讲的说根据疫情或者是根据 根据避险来去做呃那我更倾向于黄金的毛去定股市可能会是不是更合理一点呃特别是去 比如说呃呃我们刚刚有讲说去买入一些A股对吧 呃不就是A股相对会比较看好对吧 那么呃那么是否是可以同时配置一些A股和黄金去做一下搭配 我觉得这是比较就目前市场来讲比较有机会的一个组合 你就是你就是说这是这会成为一个对冲交易是吧 我认为是极有极为利的或者说呃逻辑上也能够行得通 然后同时呢呃我觉得利润应该也还不会少的一个呃或者说比较比较可欺的一种交易方式 对这这这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嗯如果你嗯你应该来说是做多A股同时也做多黄金是吧 对我我比如说可以考虑是否是配置一些A50的多头 然后呢同时也配黄金的多头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股市继续由于某一些因素继续大幅的震荡下行 那么其实黄金我想呃还是会有买入的还是有很有可能有推高 因为股市现在目前如果融不了资金资金一定要去寻求出口 那我觉得黄金去承载这个呃呃呃这一部分资金有一部分一部分资金是非常有可能的呃呃 呃那么另外如果说股市向好了那么显然黄金可能会特别是A股走好 那不一定外围股市就好对吧A股有可能会走好 那么黄金在外围股市多了一下他有可能会有买盘的接入 所以我觉得呃呃这样看的话可能呃呃这个组合短期呢应该是比较比较适用的 嗯 对好的对好的结果呢可能就是你呃如果是这个全球央行宽松 那么黄金和呃股市都可能涨这是一个好的结果 对坏的结果呢就是一个涨一个跌 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可以对冲掉你的这个这个风险 对对对我觉得呃呃呃这个相对于黄金现在这个呃波幅拉大过后 转期短线交易没法做的情况下面这种交易可能还会合适一点 对对对听众朋友也需要注意其实最近的黄金的确这个波幅很大 你要去做短线的话你的止损啊各方面其实说真的很难很难把控 这个就就需要大家多多注意你要不呢就就像刚刚说的选择一种 跟跟稳健的一种套路去去做对冲对冲着你的风险 要么呢你就等等不到但是呢你你你你等的呃结果呢就是有可能你等得到 也也有可能你等不到那个回调然后就直接就上去了 就是你有可能获得机会也有可能会失去机会 这个这个就看大家每个交易者不同的这个选择 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 garage 是就是一半 Это 对对对对对是一个交易上的问题一般来说就是呃你你会觉得 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仓位配比会比较合适一点 呃比如说我说实话对对对比如说我有一个1万 美元的一个账户 你怎么样去做仓位配比 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交易比较细节的 就是我们讲这对冲 我发现 我们其实研究了几年下来 那么仓位配比 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 更好的一些交易交投 交易方法 就是对冲里面的细节的交易方法 那么你不妨去衡量手上的 持有的当量 比如说你手上持有多少的黑股 然后你就配多少的黄金 去对等这种做法也是OK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比较实用的 那比如说 像这样的一个配比的话 是做一手还是0.5手 还是两手三手 这个你是怎么 这个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拿合约来说 因为我不知道 有的人 有的朋友做交易的是期货 有的是 比如说股指对冲黄金期货 那么它往往存在一个 这个合约价值的大小 那你去衡量 比如说你持有一张A50合约 大概它值 现在比如说10万美元 或者13万美元 那么你去怎么去配好 比如说黄金 你也给它配13万美元的总价值 合约去做 我觉得这样会清楚一点 比如说现在 很多境外的交易盘面提供的是 比如一手的 一手是 一手是10万美金的 合约的黄金 那么这样去衡量 比如说你持有A50 你A50持有多少 然后再去判定 你黄金是多少 也就是说 就把杠杆算上之后的 这个总当量 对对对对 我们是这样去衡量的 这是当中的一种 就是不要好去计算 可能不太需要 技术面去衡量的做法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 在这个上面玩得非常成功 或者怎么样 但它是一个思路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对 那你觉得仓位上呢 那比如说就像 这样在选择这个过程当中 假设我的账户 现在是1万美元 如果我是对冲 我可以怎么样去考虑我的仓位 如果我不是对冲 这个话题就跳了一点 也就是说 因为刚刚我们在聊这个对冲 如果是不对冲 比如说我今天看多 欧元兑美元 那变得一个 交易的话 一般来说 你会认为配多少的 就是对冲的交易 怎么配会比较好一点 就我做几手 就说的直白一点 或者不对冲呢 就是我一般会做几手 我们是这样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考虑这样 就是说 我们开始起仓的时候 不用大 比如说我去1比1去冲 比如说我就0.1去 大概 因为每个券商或者说它不一样 就是说假设我持有1万美金的A50合约 然后我就持有一个1万美金的合约 就是说0.1手 大概如果是按照外谈提供 0.1手的这个 这个黄金 也就大概1万美金的合约 那如果说未来出现了一种情况 黄金上去了 A50跌下来 那我有可能会 接下来我再会进行 再会加 明白吗 就比如说A50再跌下来 就现在是 现在A50的报价 我看一下 是在 一万三千两百六 假设它跌到了一万两千六百点 可能又会加进去 使它的这个 在某一个 某一个端会在 有把握的情况下去 逐渐的省到仓位变大 而我再去考虑 我要不要加黄金 我们有时候这样做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最终不就会成为 有一边是 具有风险厂口吗 我觉得 如果在这个两个货币的 负相关联合性 非常高的情况上面 我认为它的厂口是不大的 比如说 如果说A50从一万三千二 跌到了一万两千六 那么显然 在黄金可能已经 去到了更高的位置了 比如说一千七百五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去加一个A50 那我可能 最起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再长口 长口也放出来 那如果说你 卡亚考虑自己 再去对冲 那你就再去配 我指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肯定在涨了以后 一定会跌 跌了以后也会涨 那么主要关键是看 在宏观层面上 去把握一下 然后再去考虑 是否在你的最终基础上 可能是要偏向某一边 也可以不偏 比如说一跌到一万二千六 我们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涨 那我同样也再冲一手黄金进去 那你要根据前一段时间的表情 再去定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一时半会 讲不清说具体该哪个位置去加 隔多少去加或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一个大环境去决定的 OK 其实我是听下来感觉 是要有一个经验 然后再根据这个大环境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在过程当中 可能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微调 每一次可能都是微调 对 但是你把这些微调 并一定是在变化的 对 你把这个微调加起来了 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一个数量了 是我们现在也在建一定的算法去 比如说怎么去衡量它 因为我知道华尔街的对冲的 基本都是通过算法得出来的 那就考虑怎么跟宏观和对冲之间相结合 因为这个短期的一些技术面的参考 可行性比较弱 对 好的 那这个 提供个建议 今天我们这个事 这个也差不多了 确老师 那谢谢 谢谢百忙之中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这个现在的行情 那 这一期的 好 这一期的专业一加一 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确老师 也谢谢大家 好 再见 好 感谢 感谢各位 谢谢黄老师 再见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